随着我和前妻的故事 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兄弟们都让我好好对前妻 今天她过生日 我专门过来找她 看到她一个人坐在 她家楼下的路边 还一个人许愿 小兰 怎么了 不是 今天是你生日 你吃蛋糕了吗 我吃了 我今天那个同事们 帮我一块过的生日 可热闹了 那同事给你过生日 不然身边这么安静 我这不是听见那个电话响了 然后里边太闹腾了 我出来接电话了吗 有啥事啊你 没事我就 你许愿了没有 郭声玉肯定许愿啊 我许过了 你许他啥愿啊 我许 我许的愿就是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你不想见到我 我不想见到我不让他接我电话 我 我就是想 最后再接你个电话 然后 你以后就再也不要联系了 不要再见面了 哎呀你你还有事吗 我今天可是主题 无论难以的等着我 我还得进去呢 你还有话说吗 没没话说我就惯了啊 我却灑最好的青春 做了过我的飞蛾 我都没有关心 那资格还有什么 可以见你的 我都骗了自己 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你过生日吗 我过来想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过生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咱大家都已经离婚了 我我知道 你肯定是因为不想热闹 所以说有人喊你过生日 你没去 所以你自己在这儿过生日 对吧 然后我怕你一个人无聊 我过来生日旅游送给你 送给你的 我不要 你看你看 又个人成全了 我都已经许愿这辈子 不想再见到你了 你为什么还出现 小岚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就是因为你把愿望说出来 所以说这个愿望 它就不灵了 拿着吧 这也太臭了吧 跟长一样 这也太臭了吧